柯文哲一定会以台湾民众党 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参选到底 神隐4TN柯文哲一开口断了郭柯配选念 用力切割 反击当初郭董说的并购民众党 在商业上并购或者是用钱去解决问题 很日常的事情 但是政治还是很难 单白盒或是什么波柯盒一大堆 讲到最好像都是权利的分配 从来没有去涉及这种价值理念 声称理念很重要 但也跟郭董眉来眼去了几个月 五月份两人才在金门演了一出海事山盟 现在确定走自己的路 柯文哲说823不去金门了 最近我是没有跟他联络 并不是一定要到金门才可以庆祝那个活动 所以目前没有去金门的计划 柯文哲决定靠自己 但前立委邱毅分析 日前郭台铭屏東造势 短短三百公尺走了三十分钟 对比柯文哲屏東后援会 仅四百人到场 郭台铭基层动员力 足以作为跟柯文哲的谈判筹码 我这个时候可以站在郭台铭的旁边的话 那是不是我就是一个很大型的造势场合就在我这边 我整个人的声量跟气势都会因为郭台铭而冲上去 那目前为止柯文哲到现在还没有所谓这种大型的组织活动 柯文哲党主席就是我们唯一的母鸡 那在跟小鸡上面该如何来做一个搭配 我们也会持续努力 至今都是靠一人拉台全党声量 柯文哲代表民众党选到底 无需再炒蓝白和郭柯佩 菲律登山各自努力 三立新闻 李卫廷都不继续投报导